当时我看了那些日本人 根本就不用签证 排着队 随便就可以过这些海关 我当时就要立志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走到世界上去 其实我以前叫汪少飞 就是少年的少 那时候小嘛 没有身份证 可是身体性身份证的时候呢 我已经出国了 大陆的湖国本以前是那种 就是红皮的 然后呢 还要记一些红绳啊 那些的 就一个本子 都是手写的稿 那个大概是我出生的一年 就写着这个湖国本 所以换的时候呢 特别巧 就是少那一瓶不见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去首都机场接的的时候 哎呀 看着我妈过关 特别远地跳着 这个跟我妈打招呼 出来一下一个很大的拥抱 那个时候是 那个场景给我记忆特别深刻 大家好 我是汪小飞 一个在台湾的北京女婿 今天非常能荣幸来到TVBS的看板人物 接下来另一个小时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 这几年在两岸的生活 还有工作的心得 谢谢 欢迎 欢迎 欢迎S饭店同事长 大家叫汪董的 汪小飞 小飞 欢迎欢迎 很高兴 请坐请坐 哇 小飞来 台湾电视节目专访 很难得 对 很难得 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摄影棚充满了这个 你老婆S的 S的画面 上面这个汪小飞 这个名字后面呢 衬了个S 然后这个是S饭店 将来的正式logo 对 这是我们logo 所以后面是个惊叹号 对 我远看 我今天远看 觉得它很像一个dollar sign 像个钱 是吗 然后这边是大女儿跟妈妈 在家里常常有类似的画面吗 看她这张画面 真希望时光能倒流一下 拜托 她现在也才几岁 那个时候那么乖 现在到三岁的时候 管不了了 管不了 一天到晚 要去便利商店 每天 昨天夜里还去便利商店 夜里 夜里的时候 因为她正好我 这个看一些东西 在客厅 我老婆已经睡觉了 然后我就在那边看 突然想 我看到阿姨抱着小孩出来 我赶快阻止她 她要去我老婆房间 她肯定要找妈妈 我等一下妈妈睡觉了 我爸爸带你去便利店好不好 她说好 去便利店 买个东西 回来就睡了 对 她就心理上 总是要去便利店 所以这一点 是有台湾的基因跟血型 到北京就没有这么 多方便的7-11去 北京便利店少一点 所以这个是 这还小时候照的 大概一岁半的时候吧 一年半了 对 但还好 就是说好像她弟弟是 沉稳型的 弟弟呢 是这样 这个姐姐睡觉的时候 她就变得非常的 外向跟奔放了 脾气也来了 然后姐姐一醒 马上就 就休息 看着姐姐 一点也不敢喊 不敢叫 比较自知之明 你这几年 今年三月 你跟大S的结婚周年 是几周年 六周年还是七周年 今年三月是六周年 六周年了 对对对 所以从六年 小飞你的名字 进入了我们 台湾人的这个经验里面 然后就是台湾女婿 你刚刚讲的 从北京来的台湾女婿 然后大家说 不是说你是张兰的儿子 就是S的老公 你都习惯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 大家用这样一框下来看 多好 这么好的一个母亲 值得骄傲 有这么好的一个老婆 对啊 而且虽然我名字叫小飞 归得我要是叫大飞的话 你就想听我来了 这名字是怎么取的 其实我以前叫汪绍飞 就是少年的少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从小就是比较的 父母创业比较忙了 所以我一会儿 跟我姥姥住 改天就跟我奶奶住 然后就自己骑自行车 这个和我姥姥的妈妈 我们叫老祖 就太姥姥住 这样子 对 但是我的户口呢 是落在我太姥姥家 她呢每天就关着 小飞小飞 那小狗日就骂我 就跟我开玩笑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用户口本 申请身份证 那时候小嘛 没有身份证 可是申请身份证的时候呢 我已经出国了 大陆的户口本 以前是那种 就是红皮的 然后呢 还有系一些红绳啊 那些的 就一个本子 都是手写的稿 那个大概是我 出生的一年 就写的户口本 所以换的时候呢 特别巧 就是少那一皮不见了 然后呢 是这样子 我老祖呢 一把我忘了 估计把我忘了叫什么了 然后到那边 换户口本的时候 就问 说那个 你给你重生的 换身份证 说对 叫什么名 就小飞 就改成王小飞了 你刚刚讲到这个 我就出现了那个画面 现在大家看你 都用富二代来框架你 然后我在看那个 王小飞的资料里面 最妙的 原来曾经有金城四少 反正你知道 这种话题 就绕着你很多 很无聊 然后说金城四少 现在又换人了 Anyway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变成在一个 非常放大的聚光圈下面 可是你成长的年代 其实是中国一个 一去不再来的年代 对不对 它是一个非常清俭的年代 非常素朴的年代 是 就是你不是 因为我们待会会聊到 其实他小时候 还在阿兰酒馆帮忙 你不是从小就是那个 我们现在认知的 大陆富二代 其实我在这个社会现象 就是也想了一些 我觉得像我们出生这个年代 可能真的是没有 连富一代都没有 第一代都没有富的 因为我是81年出生的 那那个时候我们邓小平 书记主席 改革开放 才有一拨人开始下海 所以81年的时候 我父母还没有下海呢 他们是工厂的工人 我爸爸是一个就是科长 在工厂里面 就是做 那工厂干嘛的呢 就卖豆腐的 做豆制品的 为什么豆制品 那时候火呀 就是北方没什么吃的 豆腐可以冻着吃 冰着吃 卤着吃 什么那个炒菜吃 然后所以这个 尤其是那个 我们北方小时候 就囤那个大白菜嘛 对 你有知道那个菜叫吧 小时候我们就 老去那边玩去 就是囤那个白菜 然后白菜旁边 就会放很多那个豆腐 所以当时那个豆腐厂 还不错 豆制品厂 在这个北京 是一个挺不错的工作 所以下面有 富一代富起来的 中国经济年代 那你小时候看过粮票吧 都看过 粮票什么国库券这些的 都有 粮票国库券 当时那个豆制品厂呢 就是 所以从小 我就跟一些粮店啊 什么都卖豆腐的 就是比较有缘 我还记得 我陪着我舅舅 骑着那三轮平板车 一到周末 我舅舅呢 就从我爸爸 那个豆制品厂 去拉一些豆腐 然后拿一些配额出来 我们拿可能一块 是一分 我还是三分来着 我忘了 然后卖都是 卖五分钱一块 那一般大家买的 就买六块啊 七块 所以卖一分豆腐 能挣个几毛钱 对 所以那时候的名声 必须品跟生活 他是有几毛钱 几分钱 这样的交易存在的 那时候那个 我们那个分 还是用纸票的 所以用几分钱的 这个几率很大 对 所以现在人家 怎么说你富啊 二代啊 什么 你把你就一笑直直就对了 就是这个 跟我们大陆那几年 这个过程有关系 其实我感觉 83年啊 或者85年吧 退典 以前出生的这些孩子 都是跟父母的这种 拼搏打拼啊 成长过来的 像我们81年到90年 是有回忆的 那像85年到九几年 我们听的歌都不一样了 所以你带着你回忆的成长啊 走到现在的创业状年 在你回忆成长的部分 我们一开始就提到 你的母亲张岚 你印象里面 你母亲那一辈 最辛苦的留给你的 画面是什么 她从一个下岗的 我觉得 工人然后自己创业 这个场景啊 还有这个故事太多了 实在是 我母亲是90年出国 当时去加拿大 你看我从小就是 跟我妈妈这个关系比较好 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的 这个想我妈妈 每天就是自己一个人 也不是特别爱跟大家 这个聊天啊 交流啊 学习成绩 一下就从班里前三名 就调到这个后三十名了 很没有心气 后来我妈也是在加拿大那边 洗头 每天好像她听她讲 洗二三十个头 然后挣一些外块 攒了点钱 攒些钱呢 当时已经拿到了加拿大绿卡 后来实在是这个 太思念我跟我父亲了 去了十个月吧 就回来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去首都机场接她的时候 哎呀 看得我妈过关 特别远 跳着这个 跟我妈打招呼 出来一下一个很大的拥抱 那个时候是 那个场景给我记忆特别深刻 其实我觉得 像现在跟母亲 有时候聊到工作啊 乔江南这几年 我们的交流啊 或者这种直接的这种 情感的表达少了很多 其实现在挺怀念小时候 那种跟我母亲 特别有这种直接的情感交流的 那后来她回来 就攒了些钱嘛 用她洗头这些钱 开了这个阿兰九家 阿兰九家 当时你看 就是乔江南今天的影子 她特别喜欢设计 喜欢装修 就自己呢 那是你们性格 那是 她就是她的性格上面 她的性格上面 对 她比较喜欢设计 喜欢装修 但那时候哪有设计师啊 没有设计师这个行业呢 还90年的时候 然后我妈就带着我舅舅 去四川买了好多竹子 这样的竹板 请了一个朋友 就是画壁画的 在那个竹子上面 画了一些壁画 就自己想自己来 自己想自己来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 刚刚开始这种 个体户经营的这个模式嘛 也都不了解 就是从四川 传了一帮厨师来 四五个人 现在那个厨师长什么样 我还记得呢 但是文化差异很大 北京跟四川的 也中间 这个吵架 我舅舅呢 这性格比较暴躁 我就有一天 我妈夜里睡一半觉 就跑上去了 我就说怎么了 我妈说那厨师跑了 我说厨师跑了 我怎么厨师跑了 说他不干了 撂了就走了 找不着人了 结果我小舅舅就去 他们的宿舍 找他也没找着 就居然是在火车站 堵着他们了 你舅舅 我舅舅 对 把他们堵到了以后 宣拉回来 聊天又软硬尖师的 接着就干上去了 没想到这些人 一干就跟我妈干了 当时开乔南之前 一二干了十年 就有这么多 不足为外人道的细节 这些都是真有意思的 高低起伏 是 今天你在台北 你经营这个S饭店 我想知道就说 从峭江南 当然还有兰汇所 我们后面报道也会提到 有哪些这一些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经验 让你觉得 你在经营S饭店里面 在实干上 你真的有些把握跟信心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 都不是强求来的 因为我从小 你像那时候那种小饭馆 都是多大 一百多平米 但是营收还不错 一天 你像九一九二年的时候 就开始 我有时候 周六周日 帮着我妈妈收盘子 我平时下课 就在那边写作业 当服务员 我小舅呢 就当那个财务算账的 你记得 阿兰九家那时候 一道菜 大概是多少钱 让观众有的印象 那个时候的经济 你们会小管 其实中国 从90年以后 通货膨胀 一起来 包括市场经济 突然一下 这个 就是物价就上来了 我记得 鱼香肉丝 一道卖 四块五吧 五块 然后麻婆豆腐 是四块 我记得 水煮鱼 酸菜鱼 是十八 你真的记得很清楚 都记得 然后一碗米饭 是五毛 对 后来长了点价 长得一块了 大概吃一顿饭 下来应该是 三十多块钱 三四十块钱 还不错 每天 所以大概 我想一天能做 好的时候 做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 一百多人 每天接待 那差一点的时候 就是这个 一千多块钱 咱们菜单 还有酒水单 怎么样了 开幕进入 最后倒数时刻 S-O-TEL的员工 全上几发条 这边就不摆 什么了 就不摆沙发 这边可以摆一些 那个单椅什么的 原本已经 设计好的饭店大厅 汪小飞还不满意 他亲自动手 重新改造空间 OK 把这两个 它往后一点 看一下 这才对呢 灯不能打在这个 沙发上 对吧 到锅的中间 连光的投射位置 也要精准无误 汪小飞的龟毛 让参与设计饭店壁画的 曲家瑞 印象深刻 那我们一进去就说 哇 好棒喔 大家一看到说好棒 我说好棒喔 他喜欢吗 我们都很喜欢 结果他不是 他不是要赞美 要说好 他直接往那个 椅子上坐下去 一坐之后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 然后他就讲了 他说 以人体工学来说 这个长度不太对 这个深度也不太对 这太高了 这一万 饭店里的所有家具 都经过汪小飞亲自测试 感觉不对 立刻改 绝对要求 相信自己的性格特质 展现在这次开饭店 汪小飞眼角扫到的 每一个细微处 为了想在台北打造出 独一无二的饭店风格 汪小飞找来 法国知名的设计鬼才 Philip Stark操刀 所有大小装饰 全是Stark亲自选 汪小飞对于大师的概念 有没有执行到底 很在意 像是采访到一半 他突然眼神一直往后飘 家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吧 应该是 对对对 这生活 我一直往那看 就是我们设计 是从一辈里面 我们选了一个 这个特别漂亮 一个牛角的 那个烟灰 刚才怎么放这呢 这看不出来了都 这么好东西 你看 这种地方 我觉得 你看 这多漂亮 这么好东西 它放在这里面 这根本就看不见了 眼神应该看那个 对 我就说 这个怎么那么眼 只是Spark将 S Hotel的房间 规划成全白色 白地板 白沙发 白墙面 让首次经营饭店的 汪小飞遇到难题 比如他一拖行李进来 就可能会挂到 包括这个就是 可能不知道谁 掉的头发 跟打倒卫生的 这种就是最严重 你白地板 其实不是在 它养护的过程 而是在 它特别的 会放大你的 这些脏东西 好像是你的颜色 是我的 明知道 光是要维护 这样的白 得花更多心理成本 汪小飞横了心 执意照着 Stark的原土走 分毫不改 你请了Philip Stark 他给你打造一个 这种白色的 Wood Box 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就是要给它 执行下去 并且为什么人家 Stark以前设计的饭店 有同样的 人家就可以养护 我们就不行了 你不能说 人家设计师 你找他来设计 你先提出一大堆问题 那你找他干嘛 你自己设计吧 尊重原创 后续细节 自己想办法解决 汪小飞有种很根深底固 他自己也说的 北京人性格 抓紧大原则之后 就放手豪迈 坐下去 这个行李架是临时的 因为我订了那个白色的 你行李架都用白色 要不然你看 你整个房间都这么漂亮 这边一放这边黑色条 太不搭了 贯彻到底的白色商务房间 用品 器具 水壶 吹风机 咖啡机也是全白色 其他同业看起来很疯狂 汪小飞却觉得 唯有做到极致 才能独树一格 在竞争激烈的台北饭店圈 走出自己的style 因为上次Philip Star来的时候 他觉得logo可能不尽完美 然后小飞为了达到 世界水准的要求 Philip Star要求 所以一声令下 就所有logo重做 新风性质 名片 背品 肥皂和拖鞋 你想象出来 所有的毛巾 浴袍都要 我们的制服上面都有logo 全部都要重做 改一个logo 成本多出千万 还有整栋大楼的逃生窗 也因为让饭店外观整齐美观 一声令下全部换 然后汪先他就很特别 他就把那个白窗拉开 帘子拉开 我想说他看什么 看外面的景吗 不是 他在看那个逃生窗的位置 他就看了第一间 逃生窗在这 然后第二间逃生窗在这 第三间在这 当你把窗帘拉上去 客人在里面的时候 他看不到 但是如果今天在外面 在马路上 我看这栋大楼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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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说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全改 全拆 重做 员工说老板每天在饭店里 都像是奥克在找茶一样 很多一般人 不会注意到的细小处 他特别在意 像是高楼层房间的水压 他几乎都亲自试秒数 看热水来的速度够不够合格 曾在法国加拿大学酒店经营管理 加上在大陆的峭江南 和北京兰会所的历练 汪小飞首次自己建造 管理一间新饭店 不是只有出资当金主而已 而是对所有大小事 亲力亲为 展现求好心切的企图心 必须一坐下来就有水喝 一分钟都不能等 就这水在哪呢 为什么呢 就放在这儿 这就是我们的备餐台的作用 备餐台不是作为分菜的 不光是分菜的地方 不要跟客人那个说 您要吸泡水还是白水 再到八去取 取回来五分钟 那你想喝点 汪总这边其实注意的非常细 田县人员主要的一举一动 对客人的一个眼神 一个微笑 他都会知道得很清楚 汪总你拍球 我开啊 没什么见 但也许是汪小飞的名声太响亮 一举一动总被用放大镜检视 采访这一天 正好被告知 一百间房间的饭店 不能提前试营运 让整间饭店只得暂时关灯歇息 但是这位35岁 已经横跨两岸餐椅事业版图的CEO 在黑暗的走廊上 跟我们对话 依旧淡定得很 那你这几天有觉得有遇到挑战吗 我觉得还行吧 但是对我这种 重新审视一下 对吧 可能有时候你觉得做一件 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未必 每个人都觉得好 可能你把你的价值观输到这里面去了 汪小飞其实有种不服输的个性 他知道越被外界盯着看 越要蓄积实力 尤其这一次选择在台北管理自己首家饭店 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压力 他一肩扛下 不怕烦 难 镜头外 他在每一个筹备环节 一世在世 不放过自己的态度 让人看到汪小飞真真实实的那一面 在台北 在北京 一丝不苟 一以贯之 因为从小就受这种耳朵木染的这种生活经历吧 每天在帮我妈做这些服务行业 我就爱上了这个服务行业 也是我在里面帮忙 我觉得这个行业特别有意思 能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人 然后能接受到很多这些叔叔阿姨 听听他们的这些聊天挺有意思 所以当时我就想去国外上学 学这个物标就很明确 我想学酒店管理 我记得95年年底开始 那时候我上初三 该中考了 我中考还不错 那时候还是市中点中学的 我就想要出国 出国当时因为我母亲去加拿大 我就当时想去加拿大 因为那边有姑姑什么的家人在那边 但是你知道那时候出国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要申请护照 然后要签证 那个签证要面试非常难 结果就给我拒签了 拒签两次 心里很受挫 然后那我妈说带你去出去走走吧 第一次坐飞机 97年的一月份 坐飞机去了深圳广州 我说那地方 完全跟北京两个世界 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开放 改革开放 那那个服务行业非常发达 当时有白天鹅那个宾馆 我到现在也都记得那个画面 就是白天鹅宾馆里面 每个人都穿得好漂亮 在那个广州 然后他们那时候流行把领子翻到外边穿 西服买那个大领子戴颜色的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在这个酒店当个经理 一个大当经理也不错 那时候你是一个少年 那时候十五岁 对十五岁 十五岁的时候 十六岁了快 我想妈要不然我这么着得了 我就别上学了 我在这儿 这个您给我放这儿上班得了 我妈把我冲卖的 这那行 后来偶然一次机会就去了法国了 法国给了签证 到了法国以后 属于就举目无亲 那时候刚到法国南部 因为那时候南部相对好迁一点 但那时候南部上课 都要坐大巴车 我每次一上这大巴车 都是一群基本上加起来 得过一千岁 几千岁的老人 看着我 哪来的一个年轻人 还是一个亚洲人 向外星人降临 我觉得那还不如去深圳的 对 我毅然而然地拿着行李 没有任何人帮我 就上踏上了去法国的 巴黎的那个TJV火车 没有 就打听 打听哪个小酒店便宜 第一站就去了华人区了 在法国三区 都是做包的 找了一个小酒店 那时候一天是 我记得75法郎 然后我弄了一个睡袋 我记得睡在睡袋里边 那酒店还漏水 滴的那脸上 一下就住了一个月吧 才开始安静下来 在巴黎找了学校 然后一待就待了五年多的时间 快六年的时间 你记得这么多细节跟画面 可见得在那些细节跟画面的当下 你是很有感觉的 现在回头想一想 因为年轻嘛 小 不觉得 其实想想也蛮苦的 因为那时候法国对大陆 对中国是很歧视的 非常歧视 我想中国跟全世界那时 都还很疏离 都非常疏离 而且当时日本 韩国也好 甚至越南 在欧洲的地位 都比我们中国人要高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有一天在家切菜 切土豆丝 把手也切剥了 就特清楚 土豆丝就是马铃薯 对 马铃薯 对 马铃薯 对 然后我就去楼下药店 去买 买创可贴 买一些点酒 那个人 就是想问我 什么 你是日本人 聊天吗 我说 啊 我不是 他说 那个Korea 对 我说 啊 也不是 这时候我说 Winnam 问我是不是那个越南人 我说 不是 我说 I'm Chinese 这哥们儿 就把这个点酒 和这个就放在柜子 走了 我以为他去帮我找药呢 还是去上厕所了 是吧 我怎么说一半话 这人不见了 所以你还站在那儿 我还站在这儿 一会儿他就出来 奇怪我怎么还在那儿 挥手让我出去 哦 我才明白 是这个意思 那我就出去吧 我再换药店买呗 但是当时真的是不理解 就是我们又没有 做什么事情 为什么那么 这个对我们 会有这种歧视 其实给我人生 打击最大的 也是就是注定让我 给我树立信念的 到现在我都记得 就是有一次 我为了省大概 五十块法郎 那个时候呢 回国一次不容易 买张机票三千多法郎 一法郎和这个 1.6人民币 然后呢 这个回家 我为了省这五十块法郎呢 我没有买法航直飞到北京的 我就买了那个 卢浮汉沙 转机到法兰克福机场 回北京 回去的时候没人管我 但是回去 从大陆 北京 转机到 法兰克福的时候 我过这个海关 然后呢 排到这个安检 就是那个海关地方 他看我护照 就这样 说你 到后面去 让我到旁边站着 我为什么在旁边站着 说人太多了 我没明白 就不管我了 待了一会儿 我就去问他 我说那个 为什么让我在这站着 他等一下有人来找你 一会儿出了四个警察 就把我带走了 把我带到后边 一个审讯室 就问我说 你是哪来的 我北京来的 就喊我名字 喊了都有十几遍 我为什么奇怪 他为什么一直在喊我名字 他可能怕 有一遍我答应错了 或者说错名字了 他就说 我护照是假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的护照呢 是照片贴在上面 不是印到上面的 他觉得我是换了照片 一直就这么审讯我 审讯我完以后 你怎么说都不行 你怎么去证明 他就是诚心的 他知道你 因为我 就一看就像 留学生的样子 晚上呢 就把我带的一个 小白屋 也不是小黑屋 特别白的一个房间 就是日光灯照着 然后都是白的海绵 就怕我撞墙自杀什么的 全部都要脱掉 就脱光了 检查 看我藏没藏毒品 看这些 我觉得这是对人格 一种巨大的这种侮辱 脱光了吗 当然了 很大侮辱 把我所有的东西翻一遍 然后呢 到了夜里 把我蹬出来了 让我在机场 铁翼当上睡 说第二天早上起来 再来报道了 就这么折腾我 那时候我哪有手机电话 什么都没有 我妈急得 在北京找不着人 我人就消失了 过了两天 来了一个中国翻译 才给我 两天 对 来了一个翻译 他就不跟我讲英文了 开始讲这个 讲这个国语了 就讲德语 让他翻译 我就说 我说 第一 我就一解释 没有用 后来我就急了 我拍桌子 我告诉你 你现在是侮辱我 你们国外讲人权 讲权利 我可以告你 结果来了几个 那时候还正在发育呢 还没长得很高 来了几个都进来 把我瞪起来 说你 一个中国人在这 跟我们喊 小心我们 揍死你 就是这样 当时我看着那些日本人 根本就不用签证 排着队 随便就可以过这些海关 我当时就要立志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走到世界上去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 以前我想的很大 我把桥南开到全世界去 开上千家店 现在那个也是一个很大贡献 但我觉得现在作为一个小饭店 把孩子带好 其实也有点贡献 我觉得贡献的想法不一样 你经营饭店 你是不是也才发现你自己 真的我们刚刚讲不放过自己 就是你看到不对劲的地方 你 餐厅就是开门宴客 相当于那种 就是你在家里宴客一样 每一个包房 每一个餐厅 就好像你家的客厅 但是饭店不一样了 大家在你的这个地方 要睡觉 要生活 他要住 所以我一直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第一 我们个人审美和价值观 那个体现的地方 我们就不仅 稍微换一下 几官朋友可以 很多人认识 这个Philip Star 他现在是国际级的设计大师 工业设计大师 是从他的透明椅子 这算是他的 signature chair 来认识他的 我们现在在 即将开幕的 S饭店里面 有多少把 Stark的 我们就讲椅子好了 当然他还有他的灯具 还有沙发等等 各式各样的 加起来有400个吧 400张椅子 然后很多椅子 是没有在市面上销售的 都是为我们这个项目设计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Stark的饭店 以台湾最近的距离 香港有 但是每一个 Philip Star 的饭店 其实他的风格 都会不一样 因为他自己 也不想重复 所以这是 你这是台湾第一家 Stark的饭店 你是从北京兰会所的时候 跟他结缘的吗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 他是我合作过的 就是认识的 最伟大的设计师了 就对我来讲 因为他 特别能站在 你的角度上 去考虑问题 那他让我 特别感动的一句话 就是 这次来台北 第一次来台北 做这个饭店 我跟他讲 我从北京来这边 也没什么朋友 然后家人 在这边挺多的 所以一半时间 都住在台北 我希望 在这边有点事情做 而且我觉得台北 需要一个 Stark这种设计 因为他有那么一个 讲究设计的地方 后来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就我们俩聊天 突然就变得 特别温情和正经 他说我看你在北京 生活得不错 那时候 那个生意做得那么好 你到台湾来也不容易 他说我们能帮你一点 就帮你一点 让你在这边 能有一个很好的作品 也是我们也都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他不光是一个设计师 真的是让你觉得 他站在你角度上 作为朋友角度上 来考虑这个问题 而且他觉得 我是一个年轻人 可能也看到 当时他年轻的一些影子 有一些梦想 一些理想 他会默默地记住 然后用他自己 能用的一些东西 去帮助我 然后以前 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 我有一天送他走 那个刚刚兰会所 跟他接触 三天 设计图都给我了 平面图 包括这个饭店也是 这个饭店的平面图 是他在这边的 我们前一天开会 第二天就给我了 而且我就没有再变过了 就是那一宿 他没睡觉 就给我图 我说 我说那个 那时候在北京 我就不理解 我说咱还没签合同呢 我说 他说没关系 反正你就先看这个弄 我说你这么忙 你怎么挑项目 他说 我就不给黑社会 不给流氓 不给没趣的人设计 其他人都可以 这很有意思一个人 他不会说 看你是大财团 或者看你是一个年轻人 他不会按照这个想法 去选择 帮什么人设计 他可能是 从我身上 当时那时候我多大 我二十 二十四岁 好小 对 二十四岁 看到了一个 往前拼那种理想 他到现在 从一个餐厅到一个饭店 他觉得 离我的理想越来越近了 他愿意去帮我 对 而且设计费也不高 还有从巴黎转机 到香港 然后到从香港飞过来 回去的时候 跟我去了三亚 就从三亚转机到上海 上海再飞回去 我就作为这样一个人 从他身上 其实学到了很多这个 很多东西 对 不过人跟人都是 信心相写 小灰 我在坐在你对面 听你谈 这个Philip Starr 我发现 again 就是你对于你们 这个结缘里面 人跟人用情的 这个细节 是 你记得很清楚 然后你也记在心里面 所以我想这十二年 你跟Philip Starr 这个国际界大师结缘 他也带给你 很多的激励 因为他的创作力 还是这么丰沛 是 大家如果去S饭店 这也是一个 Starr的饭店 就是你会看到 有各种各样的设计 有各种各样 非常让人觉得 很惊艳的细节 我想在这十二年里面 对于你自己 追求你自己的境界 也有一种触动 所以不然为什么 你会去阿里巴巴湖畔大学 去完成了这一个学业 对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看Philip Starr 他是一个 大家想到 可能他是一个工业师 其实他并不是 工业设计师 或者设计师 其实他并不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创造者 他是一个创作者 他是一个改变人生活的人 所以你看 包括马云也经常说 我们在做的事 就是完成自己的梦想 同时去为这个社会 做一些贡献 去改变人的生活 走进北京南会所的汪小飞 才刚下飞机 脸上的疲惫藏不住 但是餐厅里等着决策的大小事 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空间 包总 我现在是要看下一会的 稍等 好 没关系 没事 小葱菜单决定 大道餐厅新设计装潢 汪小飞全亲自定调方向 一个下午 只见他马不停蹄 会议一个接一个 采访得见缝插针 在汪小飞绵密如丝的行程安排下 我们连缝都找不到 但是这是这位台湾女婿 最真实 最日常的影子 我拿一个人给台湾 你看像我在台北 比如四天 我回北京三天 那我那个三天里面的 两个全天嘛 就真的是当四天 就是一天当四天过 每次回北京 开会到三晶半夜 早已是家常便饭 号称北京最顶级的俱乐部 蓝会所 是汪小飞这几年的事业重心 会所内有人说奢华 有人看设计前卫 就是请Philip Stark设计 2008年进澳 蓝会所操兵 招待各国元首名人 最后一炮而红 所以我觉得 我们就是赶上了好时候 确实赶上了好时候 那就在这好时候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奇迹 会有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出现 那就珍惜吧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不大 2000多平米 当然位置特别好 为了兼顾事业和家庭 他甘愿当个空中飞人 每周从熟悉的北京 来到台北这个 他正在融入的城市 很让人意外的是 汪小飞平时在家里附近的 带步工具是Ubike 这跟开车和坐车 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感觉 怎么说 台北是一个 特别适合骑脚搭车 或者走路的地方 也很绿 对吧 整个这个植被也很好 而且它 就是你要在这个城市里面 有一小巷子 你骑车才能感受到 它的那个感觉 你开车一下就过去了 在台北巷弄内 探寻有意思的小店 或是逛菜市场 是他难得挤出空档时 享受的乐趣 但这条街我就特别喜欢 这条街里面 就几个餐厅 是我吃的 台北可能最正宗的餐厅 我们去富基港吃东西 他都会问他说 你这个 比如说这个东西 是多少钱 那他甚至还会问一下 远洋 静洋 海底的深度 这个海产 他生活深度在哪 他都还会问到这个 就很用心地去了解这个东西 其实不难看出汪小飞 对台北已经堆垒了很深的情感 包括决定开这间饭店 Lobby的摆设还直接大方地放了不少妻子 大S与孩子的照片 很迫切传递给女人一个讯息 S Hotel就代表了汪小飞和大S一家人 因为我做这些事 小小遗憾的缺口 放学去那边写作业 然后端盘子 如果今天没什么事的话 就在那边蹭凉口吃了 高兴 因为我舅舅那时候在那边上班 我妈妈也在那 所以我就知道 我如果去那的话 能看到我家人 大部分时间我是看不到家人的 所以现在家人的位置无法撼动 即使会议开到一半 汪小飞一看到女儿来 所有全部先隔一边 爸爸来抱你了 我在做梦吗 真的 真的 做梦吗 你要下来 往外爸爸抱 然后玉儿已经会讲话了 玉儿很会跟她讲话 然后她们讲话会像情侣一样 玉儿很会跟她撒娇 她就特别爱 对 她就觉得台湾去海边好方便 她很喜欢动不动就一来 她既然要到台湾 她都会去海边玩 到现在都还会带玉儿单独去海边玩沙子 因为和大S结婚 让汪小飞上媒体版面的频率不少 从生活琐事到家庭工作 都是美光灯追逐的焦点 面对这些外在压力 她却很淡然 以前会在乎这些 现在就无所谓 你就做得好 她也会对有意见 你就要做得不好 也会有意见 对吧 咱不是为别人活的 对吧 再一个就是 你要都成了一个 全世界人都爱你的人 这人得多无聊啊 这就是汪小飞 超领的EQ 也许正是为什么 她能应对 变化快速的两岸商圈 外加上挖八卦的娱乐界 采访汪小飞 有如打一场快速仗 北京 台北追着她跑 最终发现 汪小飞没有活在 别人照她的那面镜子里 她只专注做好自己 经营幸福家庭 放在人生的嘴前面 才能真正笑骂游人 不辜负人生带来的挑战 我回过来问你 你的人生正在一个高峰 你还会有很多山头 你可以去跨越 你对于社会贡献 你对于你自己心里面 对这四个字 对于在汪小飞的生命里面 它有意义吗 它扮演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是你的一种境界 那个时候 在说翘江南的时候 我们公司就都一万多人 跟我母亲 我们办春晚 下面几千员工办春晚 那个成就感是很高的 那个时候就想 我们一定要服务奥运会 我们服务了八个场馆 那对社会做了很大的贡献 忙翻了吧 那时候 忙特别快乐 每天 特别特别快乐 你想奥运会 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挣钱的 很少 几乎没有什么利润 但是觉得为国家做贡献 然后让全世界都能了解中国 让全世界的很多意思的人 能到兰国所来 成为他们的朋友 跟他们聊天 那个时候是真的是 也没老婆 也没小孩 那绝对就是 我叫为社会做贡献 我理想很大 但最近这两年 反而倒是收了收 我觉得 我觉得 还是把孩子 如果你孩子都弄不好 就讲去做社会贡献的事 太远了 所以我想现在把孩子先照顾好 以前我想的很大 我把乔男开到全世界去 开上千家店 现在那个也是一个很大贡献 但我觉得 现在作为一个小饭店 把孩子带好 其实也有点贡献 我觉得贡献的 想法不一样 我读你的微博 我发现 确实有两个小孩子 有了月儿 还在加上他弟弟之后 你从一个丈夫 跟一个父亲的角色 然后来定义自己 你在微博里面 分享了好几次 那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幸福 就是你的幸福里面 是从这两个角色 延伸出来的 其实微博和 尤其微博吧 是一个 我有四百四十几万的粉丝 我老婆有四千万的粉丝 是我十位 但是我觉得 它是一个公众的平台 对吧 那很多人喜欢 分享一些身边的事情 但是对我来讲 我有的时候反而倒 觉得 你说你说 你真正关心你的人 大家不会说 关心你今天又 投了什么项目 挣了多少钱 真的 说你今天 开了多少瓶好久 或者今天你去 哪儿 跟哪个首相 又见面了 开会了 我觉得 可能真正关心你的人 和你的粉丝 你跟大家互动的 都是你活得好不好 是吧 你的生活怎么样 所以你在我微博里 很少能看到 就是说 今天我们又吃 就去哪儿 今天我投了什么项目 又参与了多大的 这个投资公司什么的 你说来以后 成功的人看着你 觉得很可笑 对吧 对 那些长辈 这孩子 不稳重 那人家这个一般的 这些关心的人 人家说 人家不想看到这些 所以你看我的微博人 基本上都是跟 小孩啊 家人啊 这种分享的内容 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 这个 一些生活的点滴呢 就传达一些 对孩子的这些 信息吧 就多陪陪孩子 能多陪就多陪一些 这样的话 也希望 我们能看到 我们的粉丝 能以我们为一个 能看到我们是这样 带孩子的 大家多付出一点 传递一些不同的信息吧 对 把家人带来 很好的 但是我希望 它是一个 属于台湾的地方 让台湾的 更多的消费者呢 哪怕你进来 喝一杯白水 对吧 都觉得 我都觉得特别开心 今天我们谈到现在 其实 跟小费有很多 可以聊的 还没有聊到 但是来日方场 因为S饭店 是一个起点 最后我想问你 我们一开始 欢迎你说 从北京来的 台湾女婿 小费是道道弟弟的 北京人 非常北京人 我说话有点快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听得懂 要配字幕吧 最辛苦的 不是观众 因为都有字幕 是这个听打字幕的人 对 我希望她听过 很多儿话语 好 S饭店是一个 非常具体的 就是你作为 一个台湾女婿 一个起点 一个情感的落实 一个序幕的揭开 对 你期待 将来走进 这个空间的人 他当然看到 Philip Stark 他当然会接受到 他期待的服务 你希望他能够感受到 一点点 你这个台湾女婿 放在这里的 情感是什么 不管两岸 是怎么错综复杂 但人的情感 是不变的 所以你希望 大家进来以后 能够感受到 你这个台湾女婿 两点吧 放在这里的 什么情感 我觉得两点 是我觉得 已经感到 往这方向在发展了 第一点就是 我们大陆的朋友 来的时候 到台湾来 他也有一种 回家的感觉 因为这个饭店 对他们来说 很重要 第一是 北京人开的 对我在 进行微博里 能看到 我有的时候 在饭店里 跟大家打打招呼 就很亲切 他们到台湾来 可以非常自在地去玩 对吧 回来以后 有一个家的感觉 第二个呢 就是我觉得 这是我更希望 能打造的 就是我台湾的朋友 来 带着他 外国的朋友 或者来自 四面八方的朋友 带着饭店来 你看 这种台北的饭店 这种台北 菲律普斯尔设计饭店 就是他会觉得 你看我们台北 也有菲律普斯尔了 我们台北这个饭店 也有一个米其林两星餐厅了 真不说是谁弄的 我觉得这个饭店 是属于台北的 是属于台湾的 一个议员 那真的是希望 我台湾的朋友也好 台湾的消费者也好 把他看成像是 自己的地方一样 去带来他的客人 在这边当主人一样 去给大家介绍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让我们觉得最佳 最欣慰的 而不是说 你看这是汪小飞 给大家自开的 这就 我们俩不能天天在里边 当然了 注入场可以 在里边吃吃喝喝 把家人带来 很好的味道 但是我希望它是一个 属于台湾的地方 让台湾的更多的消费者 哪怕你进来喝一杯白水 对吧 都觉得 我都觉得特别开心 谢谢小飞 很难得的机会 谢谢你让我们分享了 你的成长经验 分享了你心里面的 很多情怀 祝福S 跟月儿和他弟弟 有机会下次 你搞不定哪几年以后 是月儿来上我们的 看板人物也不一定 先祝福保佑我 保佑你 现在睡眠比较少 晚上弄孩子 早上出来 但是带孩子 我就比创业累 半天开幕 一切保重 祝福你 健康平安 一切顺利 谢谢小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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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大家来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